这两天这个刀狼的这个罗沙海是很火 大家都很喜欢 我也喜欢 但是我们还是简单的聊聊 第一个呢 你会发现他相当于一个弱者对强者的一种复仇 我们都大快人心 大家都知道他在骂谁 大家其实也知道他又骂了谁 但是别人也搞不清楚 也没法证明是在骂他 大概就类似这个意思 不管怎么着吧 就是相当于我们食物链底端的人 处在这个鄙视链底端的人 然后一点话语全没有的人 现在是把曾经批评打压我们的人 变成了过籍老鼠 所以大家都很开心 可以做到纸上马怀 然后剩下的就开始误陷的解读 有太多的人开始误陷的解读 有相当于一个底层人对权贵的反抗 代表了民心所向 让压抑很久的摸中情绪 得到了全面的释放 又可以去寒沙线摄影的去表达 而且又很安全 又有所指 又没有所指 所以基本上就类似这么个逻辑 你说说向东两万里 你说是哪里 那里真假不分 是非不分 仇美不分 以前不敢说 现在可以知上马怀的说 而且大家都心知肚明的知道 他们不但不分 而且还颠倒 黑白颠倒 以仇为美 善恶不分 慈俗为压 而且越坏的人 越丑的人 越受吹捧 越能当大官 所以这些大家都能懂的 但是我更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不知道各位思考过这个逻辑没有 就是所有的人都认为在讽刺别人 但是别人认为讽刺的是谁 我们特喜欢的是讽刺别人 但是我就想问大家一句话 就是所有的人都在认为这首歌在讽刺别人 但是别人会认为在讽刺谁 这是今天我想聊的重点 所以我想说这首歌说的难道不是我们自己吗 不是你吗 不是他吗 不是这整个社会吗 都不是什么豪鸟 装什么单纯的 所以都别装了 这是我想说的 因为我们更多的人是指责别人的时候 说别人坏话而开心 我们都这么认为都开心 难道不是我们自己吗 所以我想说 他活的根本原因 就是所有的人认为在讽刺别人 但事实上他没有想到 最大的讽刺是讽刺自己 所以这也是我想说的 就像我们指责 什么事都指责别人 学崩的时候 每一片学话都认为自己是无辜的 我更想说 每一片学话都是问题的原因 都是灾难的原因 我和灾难有什么关系 那都是别人的事 天黑了和我什么关系 所以这是我想说的 所以不管怎么着吧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现象 叫流行的都是短暂的 像小苹果呀 哇呀哇呀 一样很快都会过去 这些过去之后呢 一切还会显得那么岁月静好 所以这是我想说的 好了 这个我就聊到这儿 好吧 但是不管怎么着吧 它代表了某种民心所向 但是我们都想把责任推给别人 但是我更想说 我们就是问题的原因 这是我更想说的 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几乎所有的人都对得起 他说遭受的灾难 虽然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很无辜 在那里利用 树 变